耶 过关 我是疯道爷 什么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 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 直到完成任务 成语任务 你还记得早上老实话的重点吗 有吧 要看吧 哇 重点这么多 怎么写得完 哎 下课了 你不玩游戏吗 写功课不玩游戏 是电玩高手的格调 OK 又懒 又是什么任务 还挺热闹的 这里是南宋繁华的京城 又是突然抓我来 我都懒得生气了 快告诉我任务吧 看不出你懒在哪里 你的任务就是跟着你爹逃难 哎 大王 我们跟着朝廷往南逃难 人生地不熟的 别乱跑 逃难 三餐有的吃吗 哎 这 逃难 我什么都没带呀 什么 哎呀 别担心 我带了你曾爷爷留下的 定武蓝亭真本 传世古本 价值连城 吃喝不尽啊 定武蓝亭真本 爹 这里也有 哎 嘿嘿嘿 大王 这是你曾爷爷故意留下的额本 爹手上的才是真的 爹 还有 这也有 那也有 这条只的人都有 定武蓝亭真本 怎么也是定武蓝亭真本 定武蓝亭这阵子卖得超好 您要不要看一看 各种版本都有 真的呀 全新的 比爹手上那本卖相好 大宝 我们会被你曾爷爷害死啊 确实 往昔之的蓝亭去 早就做了唐太宗的陪葬品 只有欧阳寻的林魔本池被留下 也就是后来的定武蓝亭真本 你曾爷爷得到真本后 还架造了一大堆有错误的额本 这些以额本流传出来的额本 错误质会越来越大 这王羲之的字写得真好 你的是额本 我的这本才好 弄到现在恐怕已经没人分得清楚 一直是价值连城 但是我没饭吃了 曾爷爷干嘛以额穿额啊 任务完成 好了没 手好酸哦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就好 哪有这么多重点 画错了吧 我看小球的 我看阿迪阿的 阿迪阿看土豆的 你不晓得 土豆上坑在打坑睡吗 怎么又是一个额穿额啊 什么便当吗 这次的成语是以额传额 意思是将不正确的讯息继续传播 类似的成语还有道听途说 相反的成语则有言之作作 形容说的话或写的文章有所根据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